各位666数位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明片 人类曾经经历过无数个文明 但是所有的文明加一起 其实就两个 一个是物质文明 一个是精神文明 这两个文明就像一个翘翘板一样 在这个时期 我们可能在追求物质文明 到下一个时期 我们就会追求精神文明 再到下一个时期 我们又可能会着重地追求物质文明 这个翘翘板一直在循环循环循环 循环到今天 在上一个60年 我们人类的物质文明 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是人类5000年来最高的顶峰 上一个60年 中国是1960年 那个时候 中国正在自然灾害 很多人吃不饱肚子 我们很多人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一个事儿的 而随着我们改革开放 我们今天 中国的高楼 中国的大厦 中国的商场 全世界之罪 周老师去过欧洲 周老师去过美国 周老师去过澳洲 周老师去过非洲 周老师几乎跑遍了全球的每一个地方 除了到现在为止 应该除了南极洲 周老师没去过以外 剩下的所有的周 我全跑完了 你会发现 中国的这个高楼是最多的 中国的设备是最新的 你去欧洲住五星期酒店 那个楼都是几百年的旧楼 你去美国住房子 住酒店 那全都是几百年的旧楼 而你来到中国住的五星期酒店 是全球最气派的 是最新盖的 我们中国的百货商场的商品也是最多的 我们这六十年可以这样说 人类的科技日行月异 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 记住物极必反 当到了一个巅峰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来了 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变态的案件会发生 杭州来女士的案件 我相信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老公能够把自己的老婆碎石万段 这个四川男女朋友之间吵架 整个一家五口被灭门 这种案件在中国发生了很多起 很多很多孩子跟父母关系不合 一言逼之跳楼自杀了 在学校学生跟老师发生了冲突 学生竟然把老师给杀了 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就一个原因 我们物质丰盛精神极其匮乏 你说在中国六十年代 咱没听说过哪个孩子 被父母骂了两句就寻死迷惑吧 那都忙着吃不饱饭 想方设法填饱肚子 又是抠树皮 又是挖菜根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小时候被老师打 常事 那不好好学习 那老师拿着我们的头往黑板上 扑通扑通扑通打 对吧 那很正常 今天呢 哪个学校的老师敢打学生 学生敢打老师 前两天又看到一个新闻 中国某城市 所有家长围攻老师 让校长要老师集体下课 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 这个昨天我认识了一个当兵的朋友 在一起聊起当兵的一些事情 因为周老师没当过兵 一直很想去当兵 因为我哥哥当过兵 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军人 但是因为家里发生变故 周老师没有办法 我希望我的母亲不用再辛苦上班了 所以我15岁就辍学出来工作了 没有当兵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这个当兵的乐趣 我记得当年我哥当兵的时候 告诉我说在部队就是要挨打 那老兵打新兵是很正常的事 一不留神就被军官暴打一顿 讲到这的时候 周老师的助理万松老师说话 周老师 我也是当兵的 我跟你讲 我当兵那一年就不一样了 我当兵那一年 没有人再敢打新兵了 为什么呢 万松老师说 不但没有人打新兵 周老师我跟你说一个非常让你很吃惊的事情 三年前咱们在青岛讲课 我活了一趟 我部队 结果呢 我看到我班长脸上有伤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新兵把他给打了 以前是老兵打新兵 今天是新兵打老兵 这是什么情况呢 我就问万松老师 我说什么情况 他周老师第一现在当兵男 很少有人愿意去主动当兵 第二现在的人心里太脆弱了 在部队打一下 一不开心就跳楼 他说曾经在他们那里有六个当兵的军人 要集体跳楼 可能被领导骂了两句 当然了这个事件到最后没有发生 被及时制止了 但是从此以后 这些所谓的当兵就变成了兵疙瘩 金疙瘩 不但不能打 连骂都不能骂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其实就是当下人类的心里太脆弱了 太脆弱了 一个孩子被自己母亲骂两句 直接从车上跳下来就摔死了 9月1号放完暑假开学 就是因为被老师把手机给没收了 直接从教学楼上跳下来 我们人类的心里已经脆弱到不能再脆弱 为什么 就是因为物质文明发展到了巅峰 而精神文明我们极其匮乏 所以2020年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灾难 其实就是为了唤醒我们 我们必须要回归心灵 我们不但要建设物质家园 我们还要建设自己的心灵家园 你已经多久没有跟自己待在一起了 你已经多久没有给自己的内心家园 做过打扫 做过清理了 真的是这样子的 今天你有房 你有车 你幸福吗 你问没钱的人不幸福 你问有钱的人也不幸福 周老师见过很多很多人 我月人无数 一次开课都几千人 我发现穷人他不幸福吧 我能理解 那富人也不幸福 真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活在物质世界太痛苦了 再多的物质又填补满你空虚的心灵 怎么办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修行 马云是大修行者 刘永豪先生大修行者 今天见刘永豪先生演讲 刘永豪跟我们演讲 从曾经的中国首富 新希望的创始人 做朱思廖出身 现在是市值已经过千亿了 跟我们讲 您看我多大 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说50多 其实我才40多 结果我一查 今年69岁 快70 但是你看到他 真的就像四五十岁 为啥 就是心态好 就是修行 就是向内求 刘永豪先生跟我们讲 我每天再大的事 我只要一躺床上就能睡着 只要一坐车上就能睡着 只要一坐飞机就能睡着 那该吃吃该喝喝 每顿不能 不能扫掉猪肉 必须吃肉 就是他的话里话间 都有都能够体现出来 他的内心 可能很多人说 他有钱的肯定这样了 其实不是 那他也有经历过困难和挫折 他也跟我们讲过 他经常会经历 很多的困难和挫折 公司那么多 那么多公司 怎么会不出事呢 对吧 我们一家公司都今天 这个来找你一下麻烦 那个来找你一下麻烦 那人家那么多家公司 怎么可能没有麻烦 那是不可能的 刘永豪先生也跟我们讲过 那要在的时候 孕妇跑到办公室 要跳楼 找了一帮孕妇 黑社会 威胁他 怎么样他 很正常 同行搞坏 怎么样 媒体攻击 舆论 他说你们 这些民营企业家经历的 所有困难我都有经历过 但是 我把做企业当成修行 我把我经历的每一个痛苦和挫折 都当成修行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一定要修行 一定要修行 就像此时此刻 周老师也是在修行 为什么周老师这么热爱这个行业呢 为什么那么多人劝周老师收手 不让周老师干了 周老师还要一意孤行干下去呢 一 我真的 有使命 我想帮人 我的使命是让一意家族 实现财富自由 是因付出 因为财商 是普世旧事之选 当下的中国人太需要财商了 那么多的大学生毕业 出来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被骗了 那么多的大学生 在大学期间就被人骗了 让你这个借钱 给你买口红 买iPhone手机 拍个裸照 校园带 无数学员自杀 那么多的90后 00后 已经负债几十万了 那么多的90后 00后 欠银行的信用卡 逾期 那是几百亿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没有财商吗 根本分不清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吗 第一是周老师真的有使命 因为我这个东西能帮人 第二 真的是因为我本身的热爱 我太热爱这个行业了 我只要帮人 我就开心幸福 我只要分享 我就开心幸福 第三 是因为周老师想成长 我自己想成长 因为我发现 没有一个东西 比教别人 让自己成长得更快 教就是最好的学 缺什么就讲什么 讲什么就有什么 就像佛陀那句话一样 本欲度众生 反背众生度 为什么老子开我以后去讲课了 为什么孔子开我以后去讲课了 为什么耶稣开我以后去讲课了 很简单 可能你说周老师 那你如果是这样 你太自私了吧 自私就是最大的无私 无私也是最大的自私 我今天真的是掏心窝的跟大家讲 此时此刻 周老师正在经历着 人生当中的至安时刻 但是我还在这里给你录音频 此时此刻周老师 为了录这个音频 在我家地下室 把所有门床全关掉 因为上面很吵 我家有孩子 我要把空调关掉 我要把排风关掉 我上一次在我们家地下室 录了四个音频 我上去差点休克 因为不通风啊 此时此刻的周老师 浑身大汗淋漓 我要保证我每一个音频的质量 每一个音频都是这么出来的 都是周老师 用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 给大家来录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没有任何的利益 全部免费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 这是我的使命 二 我热爱 三 真的 我在分享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受益者 还是我 当你给别人分享的时候 真的 你的智慧会 不停地升级 不停地升级 我是周文强 我爱你 如同 爱自己 我 Alien 感谢观看